大家下午好 很抱歉 刚才在后面跟朋友一起聊天 然后我也记错了时间 我是来自FlowMesh的张晓辉 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 使用ZTM 实现多机群的无缝链接和高效的服务治理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张晓辉 在FlowMesh担任高级架构师和技术步道师 过去几年 我一直从事基础架构和运员生方面的一些研发工作 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了像微服务容器 Cubernetes和DevOps等方向 也会参与一些社区的一些活动 比如我是会参加像Linster Foundation的 APEC的开源步道师 我同时也是CNCF的Ambassador 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主要包含四个部分 首先第一部分我们会一起探讨一下 多机群架构以及它的驱动因素 第二部分我们会简单了解一下多机群服务API 也就是Multi Cluster Service API 第三部分我们就会介绍一下ZTM 也就是Zero Trust Mesh 它的一些核心的一些理念和一些特性 那第四部分呢 主要是我会介绍一下 如何使用ZTM以及ZTM 它在多机群流量管理中的一些发挥了什么样的一些作用 那首先第一部分是多机群 那在余缘生的世界里面呢 多机群这种架构已经变得越来越流行 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架构选择 不管是我们是为了地理位置分布 还是延迟的优化 资源的隔离 或者是我们去做一些像灾难恢复 故障隔离等等 亦或是我们的企业内部 我们会有一些多云混合云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一些策略 那在这些场景里面 为服务 在这些场景里面呢 多机群呢 它都会发挥显著的一些作用 那此外呢 在我们的集群升级的过程中 多机群呢 它还可以去保证我们集群可以升级的过程中 保证它的系统的可用性 降低一些风险 那我们这就是多机群它的一些驱动因素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传统的多机群架构里面 我们基本上我们可能大部分 可能会使用比较普遍的会使用 先用镜像的模式 镜像模式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的所有的集群里面 我们去对等的 全量的去部署我们所有的这些应用 在然后在我们的流量的入口 我们通过DNS 负载均衡 这些等等的手段 去将我们的流量分发到我们的不同的集群 那关于这种流量模式呢 那比如说常见的会有这种主备 或者多活的这种模式 前者 主备模式呢 就是说当我的主集群故障的发生故障的时候 备用的集群 它会去接管我们主集群的这些流量 那多活的这种模式 可能顾名思义 就是说我的多个集群 它会共同承担我们那些流量的一些处理 在这种模式下 在这种这种多集群的架构下面 虽然它避免了 避免了跨集群通信的这种复杂性 但是在我们的像我们的应用管理 运维 还有像资源的利用率等方面 其实也会带来了很多的一个挑战 故此呢 我们会引入了这种新的多集群的这种架构 新的多集群的架构呢 它会更加的灵活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这应用的 它的一些可用性 根据应用的它的对资源的考虑 延迟的考虑 它可以自由灵活的 在我们的不同的集群里面进行部署 比如说我的某一个服务 我可以在所有的集群都做这种部署 那我们部分呢 其他的可能 我对可用性要求比较低 或者也对延迟没那么敏感的这些服务呢 我可以不止部署在某一个集群 甚至我在用混合运的时候 我的一些服务 可能我只是部署在我的思维里面 去通过这种方式去节省一些成本 但是在这种模式 这种架构模式下不可避免的 它引入了这种跨其群的通信 那通过引入跨其群的通信呢 它就可以从网络可靠性啊 性能的方面可以去做很灵活的 这样的一个选择 那可以去提供更强的 可靠性更强的这种性能 同样呢 它也可以更好地去满足我们现代化 现代云原生环境里面的一些多样性的需求 比如说我是可以做跨区域跨云多云的部署 或者我去做故障格力的这样的一些考虑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新的 那我们这种新的多集群的架构 因为它引入了这种跨其群的通信 有了跨其群通信之后 就不可避免的 就是说我们要 我们要对我们的 我们需要考虑到我们的底层的网络架构 就比如说 最常见的一个是扁平网络 在扁平网络里面呢 不同之间的这些pod 它可以直接通信 就是说我的 我可以在集群外直接去访问我的某一个pod 那没有 同时呢 它也 那我可以直接通信的话 那我就不会引入一些额外的一些延迟 但是这种也会有一些 带来一些挑战 比如说 比如说在IP地址管理方面 那我的每一个pod 它都需要有一个全局唯一的 一人爱的一个IP 否则呢 我可能会需要多一层的 这样像比如说 像网络地址转换 我要做多一层的NAT 才能去解决我的不同集群里面的pod 可能会出现地址 重名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可能我还会需要引入一些 更加复杂的网络的管理机制 那这样就需要我们在不同的集群 在这种扁平网络里面 我们需要我们不同的集群之间 它的不管是pod 或者是service的CIDR 是不能重叠的 不能重合的 另外一种 还有一个挑战呢 就是说网络隔离性 那我可能需要引入一些额外的网络隔离策略 因为我们不可并言的 就是说我可能只是需要一部分的pod 它可以去做夸击集群通信 另外一些pod我可能只提供本集群的服务就可以了 那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些 不希望去做夸击集群通信的pod 我们可能需要引入一些额外的网络隔离策略 去保证它的一个安全性 与这个扁平网络相对的呢 就是我们这种分层网络 分层网络其实说 分层网络就是说我们的这些pod 从没法从集群外去直接访问 就是说我们是pod之间是没办法直接通信的 那我可能在这里呢 我们会需要引入网关这样的一个组件 但是这里说的网关 是一个广义上的这样的一个组件 可以说你的网关可以去做 可以是一个负载进行器 或者是我是去做一个NAT 网络机制转换的这样的一个组件 或者是它是一个做网络隧道的这样的一个组件 并不是我们常说的像API网关这种 比较狭义的这种网关 不论不管是采取哪一种的网络架构 我们的服务要做跨集群通信的话 我首先我要能发现其他集群的服务 那我们需要做跨集群的我的服务注册发现 那这里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Kubernetes这个Multi Cluster SIG的下面的这个Multi Cluster Service API 我们称为MCS API 也就是多群群服务的API 多群群服务的API呢 就简单说呢 它就是一个多群服务发现的这样的一个桥梁 那我的服务希望能对 当我的一个应用 它要对外提供 对其他集群提供服务的时候 我需要把我的服务的访问的信息 以某种方式通知给其他的集群 就是我们做一个 类似于一个服务的一个注册 和发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在MCS API里面呢 它主要有两个比较重要的CRD 首先是当我需要去 我的服务需要去进行 对外提供 我的应用需要对外提供服务的时候呢 我需要去创建一个 名为Service Export这样的一个CR 这个CR呢 它的一个资源的名字 是跟Service是同名的 那我创建了这个CR之后 在其他的集群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CR 就是Service Import Service Import里面呢 这个资源它包含了 会包含了 其他集群的服务的一个访问地址 那最常见就是IP地址和端口 以及服务的名字等信息 那这就是最基础的服务 服务的一个注册和发现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Service Import里面呢 它可能会包含所有集群 比如说我的服务 我的某一个服务 部署在多个集群里面 那这个Service Import里面 它是一个类似的一个数组 那这个包含了所有的其他集群的 这个服务 它的一个访问地址 这里值得需要提了一下 就是说MCS的API呢 它只提供了一个API和实现的一个设计指导 它并不提供一个 它并不提供具体的一个实践 我们可以理解 它就是一个类似一个specification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基于ZTM的多集群的方案 其实就是一个MCS的 它的这样的一个实现 也是我们在多集群连接 也是我们这边在多集群连接 和服务治理上面的一个探索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什么是ZTM ZTM是Zero Trust Mesh的一个简称 ZTM它是一款开源的网络技术 设施软件 基于HTTP2的隧道 可以在任何的网络上面去运行 比如说我可以在局域网 可以在容器化的网络 或者是我在我的互联网 这样的一个网络环境面去运行 它运行的是去构建 通过ZTM可以去构建一个 去中心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网络 ZTM呢 它的一些核心特性 首先ZTM 它是可以实现跨互联网的网关 和防火墙的这样的一个 高效的一个网络连接 也就是说我在使用ATM 我去打通网络的时候 我不需要针对我的防火墙 做任何的规则 不需要在我的防火墙 开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端口 再就是它提供了 基于TLS的这样的一个加密通道 去进行我们的一个网络通信 可以去保证我们的一个 数据的一个安全 再就是说 第三点呢 就是说它可以通过证书 去进行身份的验证和访问控制 去保证我们服务访问的 这样的一个安全性 再就是它是一个去中心化 它提供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文件 发现和共享 我们可以通过去中心化的这样的一个文件系统 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个数据共享 去进行我们的一个简化的一个数据管理 再就是ZTM它本身呢 它提供了一个ZTAPP的这样的一个框架 通过这个应用框架 我们可以去开发我们自己的运行 在ZTM网络上的这些应用 那么可以针对这些应用 可以进行应用的发布 去进行应用的部署 那么可以去很灵活地去部署一些 去中心化的这样的一些分布式应用 这里没有列出来了 就是说ZTM它可以支持 多种的CPU的这种架构 比如说像X86啊 ARM啊 MIPS啊 或者Risk5啊 甚至像我们国产的一些CPU 像海光啊 龙心啊等等的CPU 它都可以支持 可以支持的CPU架构是非常全面的 然后在操作系统方面呢 可以支持Linux啊 FreeBSD Windows 像MacOS Android 这样的Android的这样系统 它都可以去支持 那这就是 ZTM的它的一个特性 那前面提到呢 ZTM它引入了ZTAPP的这样的框架 又方便我们的开发人员去编写一些应用 在ZTM内部呢 我们内置了 我们内置了几个 内建了几个默认的应用 比如说ZTTUNNEL 是一个隧道的应用 像ZTPOXY啊 还有Terminal 可以去远程的执行一些命令 或者是远程的执行一些 Share的这样的一个脚本 那后面呢 我们会重点介绍一下 在多机群里面 我们用到的这个ZTTUNNEL 这样隧道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这里我们介绍一下ZTM的 它的这个架构 ZTM里面它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组件 一个是Agent 一个是Hub 我们通过Agent和Hub 组成了这样的一个Mesh的网络 也就是我们ZTM里面的这个M 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Mesh的一个网络 Agent呢 它主要是部署在 我们需要接入到网络的这些设备上面 比如说像个人的一些计算机 个人电脑 服务器 或者我们边缘的设备 像是摄像头啊 等等的这样的设备上面 它呢 这个Agent 它会发起加密隧道 将我们设备的流量 转发到 安全地转发到ZTM Hub上面 Hub呢 它是一个分布式部署的 这样的一个接入点 它可以于每一个Agent上面 去建立一个加密隧道 然后转发来自Agent的请求 它会把来自于 某个Agent的请求 转发到其他的Agent上面 那通过ZTM Hub就可以去实现 多点的接入和一个可用性 Agent接入到 Agent接入到这个 Mesh网络之后有什么用呢 那我们可以正好 我们可以介绍一下 顺便介绍一下这个ZTM App 就是我们基于ZT App框架的一个应用 叫ZT Tunnel 它是一个隧道 ZT Tunnel呢 它是用于打通我们的这个 打通这个我们的物理网络的 这样的一个隔离 消除物理网络的隔离 可以在任何位置 使用了这个ZT Tunnel 我们可以在任何位置 访问我们网络中的这个设备 那就比如说 我可以在我的 我可以在我的家 在家中可以访问办公室的 像我的办公室的Windows设备啊 或者是我的一些 Links的服务器 这种方式呢 就是说我可以 无需公网IP 那我再去访问 我办公网络的时候呢 我不需要去知道 我的办公的一个公网IP 甚至我的 甚至 甚至我的办公网络 它是不需要公网IP的 我也不需要在 我的办公网络上面 在防火墙上面 开一些 灯口的一些策略 那比如说 在我们的这个图里面 那在我们的这个图里面呢 我们是有两个 在我 右边呢 是我的这个办公网络 在右边办公网络里面 我们是有一个Windows设备 和一台Linux的服务器 那在办公网络里面呢 我们部署了一个 ZTM Agent 这样的一个组件 它会 与 在 互联网中的 一个ZTM Hub 去发起 建立一个 GHTP2的 这样的一个安全隧道 然后同样 在我的家庭网络中 我也会有一个 ZTM Agent 这样的一个组件 部署 它也会 连接到同一个Hub 那这样保证 这样就打通了 我的家庭网络和 办公网络 在ZT Tano里面 它有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 是一个Outbound 这个Outbound呢 Outbound呢 其实就相当于 我们的一个隧道的 一个出口 这个隧道的出口 连接的是什么 那是我们要访问的 某台设备 或者是某一个服务 那也就是说 比如说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这个右边 我们有两个 两个要访问的设备 比如说我会创 在这里我们会创建 一个ZT Tano的 一个Outbound 这个Outbound呢 它会把流量 转发到我们的 它会指向 指向我们的 这个Windows的设备 比如说我这里是 一个Windows机器的 一个IP地址 和3389的 这样的一个端口 再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 一台另一式服务器 那我们会指向 它的使用 指向它的IP地址 以及22的 这样的一个端口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就是一个 配置隧道出口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在我们的家庭网络中呢 我们在我们的Agent上面 我们就是去创建一个 隧道的一个入口 隧道的入口呢 比如说像我们的 这一个远程 Windows的远程服务 我们是一个RTP的一个服务 我去创建了一个Inbound 这个Inbound呢 它会监听在 101的一个端口上面 那相应的我们的 我要去访问 那个网络 那个讯息机的 那个Inbound的呢 这个入口 我们是监听在 101的这个端口上面 那我当我要去访问 Windows设备的时候 我只是需要去连接 我的一个本地地址 加上101的一个端口 那这个流量 就会自动转发到 我们的这个 办公网络的 Windows设备上面 同样 我用102的这个 102的一个端口 我就可以去访问 我们的 Linux的这台讯息 那这个就是一个 ZTM的Tunnel 它就相当于 在我们的两个网络之间 通过入口和出口 连接我们的这个网络 以及我们要访问的 这些服务 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 配置的方式 去配置我们哪些服务 需要对其他的 其他的网络去开放 这完全是 完全是通过一些 可配置的一些操作 去完成的 介绍完这个ZTunnel之后 就是我们的一个叫 ZTMFS 就是ZTM 它本身内置了 这样的一个 分布式的文件系统 它主要是呢 想把我们的一个文件 同步到整个我们 Mesh网络底的 所有的agent的agent上面 那比如说 我同为一个ZTM Publish 这样的一个指令 执行这样的一个指令 那我都会做一个 Publish这个动作 它会把我们这个组件 发布到我们的ZT Hub上面 ZTM Hub上面 然后呢 ZTM Hub 它会把这个文件 同步到 以类似广播的方式 同步到所有 接入到这个网络上面的 这些agent 那通过这种方式呢 整个这些文件啊 数据的传输 都是基于这个 HTPR的这个加密隧道的 可以保证它的一个 传输的一个安全性和 高效性 那有了ZT 那结合 这个ZT Tunnel 前面介绍的这个 我们的一个隧道的一个 用用 那用ZT Tunnel 我们可以实现 我们多集群之间的 网络链接 然后ZTM的这个FS 分布式文件系统 我们可以去实现 我们的这些 集群之间的一个 数据传输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探索了 如何去基于ZTM 实现多集群的一个 流量管理 那首先 它是ZTM Tunnel 在多集群里面呢 它首先 它是去保证一个 我们集群的一个 联通性 它是基于一个安全的 这样的HP2的加密隧道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 在两个集群之间 每个集群都部署一个agent 这些agent呢 接入 都是通 接入到 连接到同一个hub 而它是 它是直接 它是 是由agent 向我们的hub 发起 发起隧道的这个链接 也就是说 我们的集群 你不需要对外 暴露你的 集群的访问的任何信息 我这个集群 可以 没必要 不需要去做到IP的可达 也就是说 我不需要任何网关的组件 不需要任何LOB的这样的组件 去访问我的集群 完全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 反向隧道这种模式 然后再就是说 ZTM 基于ZTM的这样的 多集群的这个方案 它是 兼容 MCS的API的 比如说 我在我的 右边的这个集群里面 我有一个服务 我需要对外暴露的时候呢 我会去 像在使用MCSAPI的时候 一样 我去创建一个 ServiceExport 这样的一个资源 创建了ServiceExport资源之后 ZTM的这个控制器 Controller呢 它会监控的这个资源 它会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它会去在这个隧道上面 去创建一个出口 这个出口 就会指向我们服务 它所对应的 这些Pod的地址 首先第一步是 创建一个隧道的一个出口 第二步 它会通过ZTM的 它会写一个本地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的 原数据文件 我们把它叫做 这个ServiceMetaData 这样的一个文件 然后它会做 把这个文件 也就是包含 在这个ServiceMesh 在这个原数据里面 我们包含了像服务名啊 服务的端口 命名空间 以及我的一个服务 它是在哪个集权里面 那这样的一个数据 原数据文件 它会把它发布到 我们的Mesh网络里面 那我们的Mesh网络呢 它会 那我们的Hub呢 Mesh呢 它会把这个服务的 原数据文件 我们的Hub呢 我们的Mesh网络呢 它会把这个服务的 原数据文件 同步到 接入到这个网络 接入到Mesh网络的 所有的集权里面 也就完成了 我们的一个服务的 一个注册和 服务数据的一个 同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左边的这个集群 它获取到 服务的原数据之后呢 它也会去做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 它会去创建一个 隧道的一个入口 这个隧道的一个入口 其实就是我们去创建了一个 去lease了一个 本地的一个端口 lease了一个 本地端口之后 创建了一个隧道的 一个入口之后呢 它会创建 service import这样的 一个资源对象 在service import里面 这个地址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本地的这个 agent的IP地址 以及 隧道入口 inbound 指定的这一个端口 service import 就是我们 包含了那个所有的 包含了我们 本地 ZTM agent的一个 IP地址 和 inbound的一个端口 当我们的服务 不管是我们 通过像 服网格啊 或者是DNS 这样的 多集群 MCS 实现的时候呢 我们pod 它其实是连接到 我们的ZTM agent的一个 本地的 端口 所以说 我们的 这个整套方案 它其实是 兼容 这个MCS 的API的 不管是我们 你是DNS的实现呢 还是 service mesh的实现 那比如说 在服网格里面呢 service import 它将会当 它服网格呢 它会把这个 service import 当做我们 当做 KBIS native的 这种service 来使用 它会把 从 它会把这个 service import里面的 IP地址和端口 作为一个 employ slice 来使用 获取了这个 从service import 获取隧道 访问地址和端口 的这一个过程呢 其实就是我们 这个 获取的这个 访问地址和端口 其实就是我们 其他集群里面 服务的 它的一个访问地址 就是说 虽然我表面上 是访问的 我的本地的 一个agent的 端口 实际上 它的数据 是通过 通过ZTM的 它的一个安全隧道 转发到 其他的 集群上 那我们看一下 ZTM 整个方案 它是如何 跟服网格 去实现的 去做 这样的一个集成 那我们可以 从底层 往上去看 我们最底层 的是ZTM 中层 是我们的MCS 最上层 是我们的 这个Mesh 不管你的Mesh 是Eastio 或者是 其他的一些 服网格的一些方案 或者LinkedR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 服网格的 这个方案 其实它都是 它所针对的资源 都是MCS 这一层的 这样的一个资源 然后呢 在ZTM这一层呢 首先我们去创建 中间这个 在MCS中间 这一部分呢 就是说我们 在一个服务 对外暴露的时候呢 我先要去创建 一个Servic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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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那我们会 ZTM 它会去写一个 这样的一个 服务的原数据信息 然后把服务的原数据信息 同步 同步到其他的 同步到其他的集群 然后 有写这个 服务原数据的时候呢 它会同步去创建 一个Outbound 这样的一个 隧道出口 那其他的集群 监控到我们的 这个服务原数据信息之后呢 它会去创建 创建我们隧道的入口 以及ServiceImport 这样的资源对象 然后 我们的服务格的实现呢 它会将ServiceImport 作为Native Service 来使用 然后去 把里面的地址和端口 作为它的一个 Employ地址 Emport Slice来使用 这里呢 有一个Demo 这个Demo呢 是我们 首先呢 这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就是说这个Demo呢 我们目前是使用 我们自己的服务格来实现的 我们这边 有一个开源的服务 有一个产品叫 FlowMesh Service Mesh 简称叫FSM 然后呢 我们这个FSM之前 也提供过 给用户提供过 这种多集群的这种方案 那它这个多集群的方案 其实是 将MCS的API 进行了一个扩展 从四层的网络 扩展成七层的网络 也就是说 我在FlowMesh的MCS 扩展的MCS API里面呢 它除了 IP机制和端口的信息之外 还包含了七层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 我们的访问的一些Path 所以说在这个Demo 为了兼容我们现有的 服务格的产品 我们是使用了 FlowMesh MCS这样的API 大家可以通过上面的地址 获取我们的Demo的整个 它的一个指引 可以根据指引的一步步 可以去体验一下 基于ZTM的这样的一个多集群 那将来呢 展望一下未来呢 就是说 首先我们也会有几个事情要做 首先是我们会 我们会提供一个ZTM Cluster的一个实现 那么前面可能大家会发现了 就是说我所有的集群的这些agent 接入到同一个hub 假如说 那你这一个hub 它就会变成了一个单点的 单点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我们 我们将来会 首先我们会在这个hub上面 去做一个集群的一个支持 也就是说 我们的hub 可以做一个集群化 然后我们会慢慢的 去把MCS的API 去转换到官方的 MCS的API支持 那因为我们在整个实现里面 其实我们只是用到了 IPD纸和短口这样的 不需要七层上面的一些信息 所以我们会做一个 API的这样的一个迁移 再就是我们 这个演示 POC的这个演示呢 其实我们是把 ZTM的controller 放在了这个 我们的服网格里面 所以 第三步呢 是我们会把 ZTM controller 从FSM里面迁移出来 就把它作为成一个 独立的组件 因为ZTM的这个 基于ZTM的这套方案 基于ZTM的这套方案 其实它只是负责了 它只是负责了两个部分 其实就是一个服务的 集群的网络的一个打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它去兼容了MCS的API 去做了一个 通过MCS的API 去实现了 多集群服务的注册发现 那有了这两个之后 不管你上层 你是核种MCS的 这样的一个实现 你都可以去使用 我们这一套 ZTM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那也就是我们会把 这个ZTM controller 这一部分把它给做成 一个独立的 这样的一个开源项目 OK 基本上上面都是我 就是我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然后呢 这边呢 是有我们的这些 是有我们的 这些开源产品的一些信息 前面提到了 不管是服网格啊 还是ZTM 或者是ZTM controller的 这样的一部分的实现 其实我都是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完全开源出来的 大家可以访问我们的 KeyHub的仓库 可以去获取 这些ZTM 关于我们方案的一些 实现的一些圆码 然后左边呢 是一个我们的一个 官方的一个公众号 我们在我们公众号上面 会发一些 技术方面的一些文章 然后没有 没有这个 可能大家也没有 这个WeChat这些朋友呢 可以访问我们下面的 这个网络 这个我们的blog 可以去获取 我们的 我们的这些信息文章 也都会同步发布在 blog上面的 OK 今天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 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还有提问的时间吗 OK 关于这个我们整个方案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后续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 找到我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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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